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八大院召光明 王谈老祖庙至圣 加持冠顶见太平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归骨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南无量寿妙之圣王产老祖师尊 南无量寿妙之圣王产老祖师尊 各位维新圣教 一厢大学 法师讲师代表 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代表 各位四方善知识 魁师联九九法会 谈上中华民主一万五千六百一十姓氏 列祖列宗朱祖灵 及十王法界三界万灵众等 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王产老祖学妙真经 王产老祖学妙真经所开示的 虽然只是一部经 法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若是你误了满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法 都总归一心 有时候有人问我说 一心在哪里 一心 这个心 是心脏 心脏还偏一边 还不是正中央 所以基督教 耶稣 定在十字架上 十道天心 到最后他头还看下来 还是看我们自己的心 道家守一抱援 守着一是一个心 而国家合起来 合十 还是守着一个心 那么在太极 一心 这边是二 这三 中间是中道 说中道 是一心 这个中道一心 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 永远跨在 善与恶的中间 也不责善 也不执着恶 这就是一心 所以太极 我给各位 挂了一个中地 这就是一心 这就是一心 所以你看弯弯曲曲的 世上 大无其外的时候 你认为一三一恶 你坚持在中道的时候 你才能找到你的一心 好吗 就是中道 那 回归到这里 阴阳 这阳 五十 阴五十的时候 上面 五十 下面五十 中道这一点是一心 这个叫做物极 物极中途 这叫做一心 所以我们要在世间上 走一趟的世间人生 不简单 我们既然都来到世间 你会碰到很多善与恶 生与死的问题 你生起烦恼 你就死掉 你的幸福 生起 伐喜 你就会 死掉烦恼 这都是一心 不执着忠 也不执着心 也不偏不疑 那就是一心 虽然一心是无形无相的 那我们如何才能达到 极乐世界呢 达到完全快乐呢 你要能悟的话 你才是随时是很快乐的啦 这我们鼓励大家要学疫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嘛 若是你不研究疫经 哪一个事情才对 哪一个事情才不能做 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正确的判断 所以疫经是中道 疫经是天的心 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包容一切 都在疫经里面 若是要讲疫经 时节 还讲不完 因为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 都有光明与黑暗 黑暗之中 究竟隐藏了什么天机呢 光明之中又隐藏什么天机呢 真的叫做不可说 也不可思议 尤其人有烦恼的时候 你放在脑海里面 在心中你的烦恼 没有办法去形容啊 所以老祖啊 常常开示我们 当你有烦恼的时候 不妨 先冷静下来 拿一部经起来读 起来读的时候 你就会找到你的心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 他是兜愁善感的人 看到他家里的猫 不吃饭的时候 他还在那边流眼泪 他说猫啊猫啊 你好不容易投胎 作为猫 在我家我能够关心你 我能帮你忙 但是你不吃饭是到底为什么 你也不会讲话 我不会讲你的话 你也不会讲我的话 我的心就是我的心 你的心就是你的心 我也没有办法去了解 你现在什么烦恼 让你饭吃不下 很吃饭哦 很流眼泪 他家里也养了一只狗狗 狗与猫从来是不合嘛 那狗与猫不合呢 他在那里又在流眼泪 所以他的老公看到他这样呢 气得半死把狗抓去送给人家 把猫把他放生了 他过了几天呢 就放下来了 叫什么随眼啊 有一天听到一位 电视机的老师傅在讲 来到世间的事情你要随眼 原生而起 原进而灭 那么我们人也一样 夫妻也一样 原生为夫妻 原进哦 个人走了啦 原还没进 还要摸摸摸摸摸 摸不下摸摸摸摸摸 原生也在很难过 所以我们要坚持你的一心 不偏不倚 确实不简单啦 有一次我们一个老信徒 他有很虔诚的拜观音菩萨 有一天他有烦恼啊 然后就来我们宣伙 大雄宝殿 湖边是一座观音菩萨的圣像 他问我说 老师老师啊 我怎么样跟观世音菩萨讲话 他才会关心我 我都很简单嘛 你一般你的生活方式 再讲话这样就好了嘛 你不要拘泥什么形态啊 你将你的烦恼都一直讲 给观音菩萨讲 听啦 你把观世音菩萨当委 他是活的 老妈妈一样的 听你事苦啊 听你事苦啊 他就好了 他相点到 就插了 中鲁佑 合掌 一直观音菩萨讲讲讲讲讲讲 等一下呢 他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站起来 好恐怖喔 他竟然会站起来呢 你不是喜欢观音菩萨关心你吗 你又矛盾了 观音菩萨站起来了 你又跑给观音菩萨追 那就是心 那就是从念而上 你的念头 所以我们心一念 没有弄清楚 念头 才有你用想象咯 心 心永远是不动的 心永远是不变的 心永远是如如不动的 所以各位 我们维心贤士同修人 我一直要各位学习 我们研究 你要修行 要研究诸经的道理 你慢慢你会体悟 昨天呢 也跟各位讲到 我们诵经的功德 我们的经 经文是光明面 是完全光明 光我们的光明性 所以你从这一点开始 当你用你的口 用你的眼睛 用你的耳朵 念更多的经的时候 你会往光明面 一直往上 往光明面 这里就为神 也为佛 为净土 而当你有烦恼 一直往悲伤去想的时候 你就往下醉 往下醉呢 你这一片就是地狱 回地狱 那你来的话 你环绕越多 所以很多人 一直学学练 练过去的别人不对 练老公不好 练老婆不好 练儿子不孝 练媳妇不关心 练女婿很现实 练女儿呢 你常常要回来 搬东西 嘿嘿 你就是在练练练练 你就一直 越下地狱去 黑暗的地狱 往下醉 所以各位同修 有人问我说 哎呀舒服 我要去极肉世界怎么去 很简单 你坚持的 练阿弥陀佛 一直练阿弥陀佛 而且 你都看经文 你绝对可以到极肉世界去 若是 你一直 随随练 练一些 无关紧要了 你一直 计较你过去 我告诉你 一定 下地狱 就太极图 这张图 就已经告诉我们 了了分明 上面 光明面 光明性 为天堂 这里为地狱 那么 当下 我们久久法会 好 我们攻设了 这么多的 我们的列祖列宗 朱祖灵 好 攻设了 这么多了 好 各位所要超度了 三界万灵 好 厌亲在主等 你们 在灵魂界 虽然没有身体咯 但是我们有个练头 有练 你一直 练练 都在计较 想要保护 人世间的 一些过去源头的时候 你一定 越醉 越深 就掉入 黑暗的地狱 若是 我们的主灵 你一直 念念的 佛的圣名 佛的圣号 或是上帝也好 耶稣 耶稣 耶佛法也好 阿拉也好 玉帝 王灿老祖 土地公 你念一切圣神的名号的时候 你就往天堂了啦 很简单 哦 有一次 我们岳信徒 他来问说他爸爸 啊 有没有 升天哦 我问他说 你爸爸要死的那段时间 他嘴里所念的是什么 哦 有啦 我爸爸要 还没生病以前 一个口都细细练 等到生病以后呢 听过一位老师傅讲 要练佛 过去的都不管了啦 赶快练佛要紧 所以 他就买了一个练珠 给他练 一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医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直练佛 等到气断的时候 手还在动 他们子女以为 没有气 手还在动 那到底他爸爸又没有死 身体死了 灵性没有死 阿弥陀佛 往生 希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去了啦 阿弥陀佛 他就 还很怀疑 我爸爸 在生的时候 没有酒不喝 没有这个 赌场他不赌 没叫以外博啦 没酒以外喝嘛 阿弥陀佛 就是这种的 但是 到老了 那段时间一直练佛 我告诉他 练佛一句 你会消掉很多 很多杀树的罪业 练练的罪业 好 那你回去 给你爸爸捕杯啦 捕花呢 他 就回去了 在爸爸的灵前 一直捕杯 捕没杯 很紧张 第二天 师父 我把我爸爸捕没杯啦 为什么 你爸爸 到极乐世界去了啦 拨不杯啦 他再回来 告诉你 有啦 我去极乐 我现在在极乐世界 没有啦 不是这样啦 你要告诉你爸爸 上香 说请观赐福到慈悲 作主 阿弥陀佛加持 我要请问我的爸爸 他是不是 有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咯 好 我叫三天后 现在 我要来 求圣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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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念头很重要 若是一个很孝顺的侄女 你有那个心 要送自己的长辈、祖先 能够往生净土的话 你也时时 你把祖先放在心中 放在心中呢 你一直练佛 一直有空就练阿弥陀佛 把你阿弥陀佛的声音一出来 刚好你的口声音从这里 一出来的时候 已经这个念头 你的善念开始 已经往光明面上面 一直上去了 所以下面的这一次你的主灵 宴亲在主的主灵 都在这里灵接着灵 所以用你的口 用你的心 和练 你在练佛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往上升华 往上升华去 到达光明世界 所以我一直提醒 我们有缘的十方善知识们 你们要懂得修行里面的真实内涵 若是不懂的时候 你在文外永远是烦恼 所以今天要讲阿弥陀佛经 所以今天要讲阿弥陀经之前 将这些提供给各位 勉励各位 要注意 时时要练佛 那么你要到极乐世界去 你务必要了解 为什么会成就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世界呢 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为各位来讲 他的第十二愿 阿弥陀佛如何成就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第十三个愿 愿大你就大吧 阿弥陀佛是贾令 十方够千亿世界中诸天人民 阿弥陀佛的世界 以致愿非软动之列 接受为人 接受原觉身吻 接受他一心 往善恋光明练习 一心共欲几数 我差中人数 有几千亿万 无有能知者 不得十愿中无作活 你看阿弥陀佛的愿多大 我们四十八愿中 任何一位同修 十方善知识 你们拿着一条 选择一条愿 作为你日常生活 日常修行 日常的 放在心中你的愿力的时候 你也会到极乐世界去 你也会成就当下 你就在极乐世界的境界 因为阿弥陀佛心量那么大 包容那么大 因为我们的心是大无其万 细无其念 不是那么狭隘 对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